哈喽,欢迎收看口袋证券盘前苏懒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全球重要讯息 因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五要发表谈话 债券又遇到抛售 美国通货膨胀保值10年起 国债收益率自2009年以来首次突破2% 虽然债券遭遇这个现象 但股市还是因为大型科技股的带动而上涨 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超过1% 天然气的部分 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的工人准备实行罢工 所以欧洲天然气上涨12%石油下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昨天美股四大指数跟台股ADR的表现 焦点个股的部分 可以看到当天市值最高跟最少的公司排行 可以看到市值最高部分 Excelerate Energy股价虽下跌 但已流通在外股数增加因此市值增加 META虽然上涨 但已流通在外股数减少因此市值降低 大家可以看一下近期重要新闻跟数据 来到台股部分 明日是8月第四周解散 加成近期横盘整理围绕着周线 可注意月线跟季线已经形成死亡交叉 防守在半年线位置 而近期投信开始低档买进 因为面临投信即作战的日子 贵买就相对弱势 今天遇到周线而且收盘还跌破 月线也下弯到了半年线出现了死亡交叉 可以注意之前是贵买比较强势 到现在是加权比较强 puts car ratio为96.3 选择权位平仓16300put 增加3247口也变成了最大位平仓 16600口增加3362口为最大位平仓 昨日变动区间为16250-16600 到今天为16300-16600 投资人最近可留意投信连续买进的标的 快靠近9月记作账 可挑选形态与筹码相对稳健的股票 如果加权后期转强 这些标的就相对容易上涨哦 那我们明天见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